大家好,我是Den 被韩网成为韩国饭泉史上最牵奏的黑粉YouTuber Tart Dogs修行所的朴某 因涉嫌非访歌手Kan Daniel而参与审判了 当天,朴某戴着眼镜和口罩 将脸部遮挡得非常严密 身穿粉红色衬衫和白色长裙 并有律师陪同出庭 当被问及其职业时 他回答称自己是网店的精英者 朴某于2022年6月15号 在YouTuber频道Tart Dogs修行所上传了标题为 国民男友爱抖的淫乱私生活等 抹黑Kan Daniel的多部影片 对此,检方指出 朴某制作这些影片的目的是为了试谤 但朴某的律师表示 不是为了试谤 而是当时以为那是真的才上传的 当法官问道 你不知道这些是虚假事实吗? 律师回答 被告未能确认这些信息的真实性 这是检方需要去查证的 并强调 当时被告确信这些内容是真实的 审判结束后 D社向朴某提出了一些问题 为什么多次改名 经纪公司都表示会采取法律行动 为什么还要继续上传影片 是否真的用YouTube收入购买了房子等 对此,朴某保持沉默 朴某急于遮掩面部 迅速跑向地铁站投利 目前,朴某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审判 包括被挨捕成员 抢光娘和经纪公司Starship的起诉 之前,库克尔向Starship提供了朴某的资讯 并对其提起了民事诉讼 而在第一审中,抢光娘胜诉了 除此之外,朴某还面临刑事审判 仁川递检刑事一步 当天以信心通信王法上的民运回损和侮辱等罪名 对朴某进行不拘留起诉 朴某被指控 在2021年10月至去年6月期间 通过YouTube频道TagDocs用所上传了23次诽谤名人的影片 从而损害了他们的民运 据调查,朴某在这两年间通过这些虚假影片 获得了约2亿5千万韩元的收益 并用这笔钱购买了房地产等资产 但是目前,他的房地产和存款债权已被法源冻结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对康丹尼也那样了 还以为只有抢王女方提告了 真的太恶劣了 1988年生 他的人生有多悲惨的话 才会对比自己小20多岁的孩子们下手 还戴着假发,穿着鲜粉红的衣服 看来还没清醒 没想到地上竟然去拍了他都是用手的照片 好好接受惩罚吧 要杀一金百,要提告所有黑粉账号 看那种影片底下留言的话 很多人都相信 竟然戴假发了 你以为能一直抹回idol们过着涉滑的生活吗 真是个可笑的女人 这个事件证明了 YouTube在必要时 也会提供个人资料给受害者 所以键盘侠们 放下土豆立地成福 下个消息是 5月26号 许破旧女成员刘吾 与台体出身的阿迪 举行了婚礼 而许破旧女完全体 真的完全体 15人全体都出席了刘吾的婚礼 在公开的照片中能看到 虚拯线成员们 以及停止活动或退团的成员 曾命抗应 以及曾是 太奇妙了 我也对韩庚来了感到惊讶 大家居然在同一点上惊讶 哈哈哈哈 虽然有些成员我不是很喜欢 但看到13个人全都聚在一起 心情很奇妙 虽然已经好几年没有执着于13这个数字了 但还是觉得很神奇 刘吾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能让大家这么齐聚一堂 哇 我的整个学生时代 都是和许破旧年一起度过的 看到这个画面 真让人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能在忙着的婚礼上看到这样的情景 真是感动 帕大姐姐也为他们唱了祝歌 刘吾一定很幸福吧 祝你们生活幸福美满 希望刘吾能一直幸福 请不吝点赞订阅